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同学们大家好 我是林杰老师 那我想我们今天为大家示范的呢 是身高1的一个简单的一个物理的讲座 那是这样子 那大家从这个国中毕业之后呢 那在国中时候学到一些基础的理化 里头包含物理 包含化学 那这些基本的力学的概念到高中呢 它整个就是延续的 那只是说呢 到高中它体型的变化 那难度上呢 会跟国中有些不同 那我们就利用今天呢 大概一个小时的时间 来带你看一下 你所学过的概念 那在高中物理上面呢 它如何应用 好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 那现在呢 我们在画面上看到的是 105年的指考 那这个题目是这样子的 他说呢 有一个某生在打网球的时候 那看他的时速是80公里的网球 然后呢 朝自己来 那同时呢 他挥拍回击之后 这网球用100公里小时的速度 然后回击出去 那在球跟球拍接触这个过程当中呢 那球所受的平均作用力是多少 好 那所以呢 这是基本上一个力学问题 那力学问题啊 从头到尾 基本上呢 就是一个核心观念 叫做F核等于MA 好 那所以呢 我们先把这个题目的F等于MA写下 那我们写下F等于MA之后呢 接下来下一个重点就是 你要分析对象 那这个M就是你要分析对象质量 那既然题目告诉你 球所受的平均作用力 所以显然这对象就是M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M就是球的质量 那我们开始分析这个球它的运动状态改变 好 所以下一步呢就是把这个球好 那我们先把球画出来 这球呢 它原本速度向前 然后遇到球拍之后呢 它用一个相反的速度反弹 好 那相反的速度反弹 题目告诉我们速度是80变成100反弹 那我们的习惯是这样子的 如果向右呢速度为正 那向左就为副 但这个题目我喜欢这样 这叫做初 那这边叫末 那我喜欢因为后面减前面 我们速度变化 后面减前面呢 我喜欢后面当正前面当负 好 那所以我们可以来分析它的速度变化 好 OK 那它的速度变化的部分呢 就是后面的速度是100 减掉一开始的速度 那因为方向相反 这个如果是正 那当然这个速度就是负了 所以我们先做一个速度变化分析 它的速度变化是180公里小时 好 那到这边呢 我们基本上呢 就把它的运动状态的分析分析完 你发现它运动状态有改变 所以显然它需要收力 那这边注意 它的单位是公里小时 一旦你要带进这个F等于MA的时候呢 这里头的每一个单位都需要公式单位 那什么是公式单位 那对于加速度来说 我们要的是公尺每秒的平方 所以也就是说呢 现在的速度是每小时180公里的改变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就先把这个速度变成公式单位 好 所以我们的下一步呢 就是把这个180公里每小时 把它变成是这样子的 180除以3.6 然后呢 从公里小时变成公尺除以秒 它的动作非常简单 就是除以3.6 好 那所以你会发现呢 这边这设计过了 我的速度改变呢 是50 好 那有了这速度改变之后 我们基本上呢 就已经在答案门口了 我们要做F和的MA 所以我们下一步就把A做出来 那其中 我们继续 其中 这A就是速度的改变 除以经过的时间 好 那我们刚做出来 速度改变是50 好 那这边稍待一下 已经知道速度改变 那我们现在要求的就是 这个球拍跟这个球接触时间 好 那我们回头去确定一下题目 球拍跟球的接触时间啊 整个过程是0.1秒 也就是说呢 就是你所熟悉的 这个经过的时间 DELTA T的部分 我们就带0.1秒 好 所以呢 我们基本上呢 就把加速度是500公尺秒平方 好 那我们这边也稍待一下同学了 所以你已经把加速度做完了 那在这个题目里头呢 我们的目标是要到F啦 那你已经有了M啦 那A又做完 那所以理论上这个题目呢 那就已经是整个做完了 我们只剩下一步 就是把这个数字带进去 好啦 所以我们来确定一下 我们要分析的对象 是这个网球 那网球的质量是50公克 工资单位 来我们换一个颜色鞋 你就要写0.05公斤 然后再乘上呢 他在这个过程当中 所受的这个加速度 是500 所以这个题目呢 我们就做完了 是25牛顿 好 那这是来自105年指考 的一个物理问题 这个题目的难度分析上是这样 首先提议他相当好阅读啦 那解题手法呢 也是大家相对习惯的 那你要注意的就是 在这个题目里头呢 他给你的速度 给的是从100 从这个80公里每小时 变成100公里每小时 他不是工资单位 所以你必须做一个 单位上的转换 把它变成 你要带入F核等于MA里头 要使用的工资单位 那这个题目就做完了 那为什么 这是我们今天第一题 那是这样的 我们这个同学参加学测啦 那参加指考 那现在学字 大部分的同学 可能你还是想要学测 这就过关了 这是105年直考的考题 那我们来看一下 105年的学测 他怎么考好 那就在你的手边的讲义的第二题 那一样咯 在105年学测 他是这样考的 他说呢 有一个高速摄影机去拍摄 刚刚是网球嘛 我们现在还是网球 一个50公克的网球 那撞击墙面 那这墙面扮演的角色 就好像我们刚刚的这个网球拍啦 那所以他刚撞到网球拍反弹 现在撞击墙面反弹 那他速度是这样 原本你朝着墙面而去 速度是正的 那你远离墙面而去的时候呢 速度就是负的 所以他这个VT图 事实上代表的意思就是这样子 本来这有个墙面 我们的球速度向右为正 那向左就为负啦 所以这一个图呢 基本上就是VT图的意思 那有的VT图呢 我们再把它放大一下 所以你观察到呢 没有错 你的速度从正的事实 变成负的事实 那在这变化的过程当中呢 他跟整个墙壁接触时间 那这个题目是这样 我们先上面注意了 他没有告诉你接触时间 所以你必须从图 自己去把接触的时间呢 那看图出故事 那我们看完这个图之后呢 接触时间大约是这样子的 就大概从这里开始 产生速度的变化 然后到这边呢 速度呢的变化 那基本上 就是在经历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呢 大约呢 这大概是0.2到0.4的中间 这大概是0.4到0.6的中间 所以他整个经历的时间呢 从这边到这边 那大约就是0.2秒 所以我们先把这个 经过的时间大约是0.2秒 那再做笔记的同学了 所以你现在可以动笔了 我接触的时间大约是0.2秒 所以我有一个0.2秒接触的时间 那造成速度上有变化 所以当然呢 他就会有加速度 所以我们第一件事情呢 就跟刚刚一样 先把加速度算出来 因为你要去算呢 他怎么样的受力 那就从他受力之后的 运动状态改变开始 好我们就来分析 他的运动状态改变 A等于ΔV 去除以ΔT 好那一样了 那反正改变 我们就是后面前前面 那后面的速度是负的40 那前面是正的40 所以我们就负的40 好我来减掉正的40 再除以经过的时间是0. 好经过的时间是0.2秒 好那我们做完之后呢 来上面没有问题了 这两个相减 负了80 再去除以0.2 所以做出来呢 他是负的400公尺秒平方 好我们稍待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负号的意思 题目告诉我 当我朝向这个墙的时候 那他的速度叫正 所以我就预设一个立场 向右为正 所以当然呢 这边就叫向左为负 所以你加速度 如果算出来是负 代表说呢 这个球正在向左加速 加速度是负的 所以他就是向左 那因为他向左 所以我就可以知道呢 我的合力一定会向左 好所以目前呢 知道加速度是负的意思了 就是说我的右边为正 向左他就负 所以合力向左 那么再检查了 那这个墙壁呢 因为这个墙壁 给这个球的力量呢 一定会跟这个墙壁 如果他是光滑的 然后那就只有 跟墙壁互相垂直的力 所以球过来的时候 墙壁给他力量 没有问题 你已经会了 墙壁力量向左 所以你向左加速 我们就剩下最后一步了 他问你这个力量的大小 那我们就用F盒等于MA 所以呢 最后一步再有 F盒等于MA 一样 我们这一颗球 他是50公克 那你要用公式单位 0.5公斤 然后再乘上 0.05公斤 再乘上呢 他的这个是负的400 那算出来大小 没有问题 他一样是负的 但没有关系 负的只是方向 那算完之后呢 我们答案就是负的20牛顿 所以呢 这个题目 来自105年的学测 墙壁给你的力量 如果我只是讨论大小 那就是20牛顿的大小 那当然这个负号 就是墙壁给你的力量呢 让你收力向左 好 那所以呢 我们连续了 为大家结束完两题了 那在这两题 你会观察到呢 分析网球 他的收力其实就是看他什么 运动前后的运动状态改变 只要你知道运动状态改变 你就可以知道他的受力状况了 好 那所以呢 这两题就是我们现在针对 网球 运动前后 运动分析的一个解说 好 那ok之后呢 来我们再往下一题走 ok好 那第三题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问题 我们还是一样 先从题目的阅读开始 他说呢 有某生去搭电梯 那从五楼直接下降到一楼 所以现在呢 你这个电梯运动是往下走的 好往下走的时候呢 那过程当中 他的速度啊 来我们到第二行 速度随着时间的变化呢 是长成这个样子 所以呢我们这边先暂时呢 不针对这个图做太多解说了 那你先看一下 这个告诉你五楼往下走 所以你先帮我在这边写 他的运动是向下的 那运动向下走的时候呢 他的速度是正的 那所以就代表一件事情 这个电梯他预设立场就是向下这个方向为正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你向下走呢 所以我们现在呢 预设的叫做向下为正 好我们先把这个写上去 因为你往下走的时候 那你速度朝下 速度朝下是正的啊 这个VT图 这边的速度都是正的 那位移也都是正的 往下走位移为正 所以我预设立场就叫做向下为正 好那这边好了之后呢 题目又告诉我前见距离12公尺 那从静止启动分成三个阶段 那最初呢 是加速往下啦 然后再来有一段时间是等速前进 那最后的四秒钟呢 我们来看 最后这四秒钟呢 他是减速到停止 然后现在第一个问题 他告诉我说 好那从这个图里头呢 请问你T0是多少了 好那这个题目呢 或许你看完题目之后已经有想法了 有想法当然我们就可以直接往下做 但是如果看完题目之后呢 那你如果没有想法 那我们该怎么办 好那我们就暂停一下了 那我们先确认这是什么图 这是VT图 VT图会有几个重要资讯 其中一个就是VT图底下面积就是它的位移 所以我们发现呢 这底下的面积就是你往下走从五楼到一楼所前进的距离 那总共是12公尺 那这个面积左边的部分 那我发现它是一个三角形 那这个面积相当的简单了 你就底层高除以2 所以这面积我就做完了 这面积呢 刚好就是往下位移一公尺 那我们再看一下 中间这一段多少我不知道 但至少这一段 2加T0到6加T0 总共过了4秒 所以这一段的面积呢 也很轻松 来我们看这一段面积 就是你就底层高除以2 所以这一块的面积呢 就刚好是4公尺 抱歉我定正一下 抱歉我定正一下 这一段呢 底层高除以2 这一段应该是2公尺 抱歉定正一下 所以这一段是2公尺 那因为往下走的过程 那总共是12公尺 那所以呢 你发现这一段走2公尺 这一段走6公尺 那我们就换一个颜色 就是中间这一块呢 它显然就是所谓的 往下走6公尺 那为什么要请你换颜色呢 因为事实上你的位积数 从2到2加T0 你就是这一段的距离 你就是这一段的时间 你不知道吗 那你面积知道了 那我们就底乘以高 你就做完了 没有问题啊 这个底乘以高是6 所以也就是说这一段 来我们再换一个颜色 你就这一段所过的时间 刚好就是3秒 你从2 那再过了3秒 变成2加T0 所以这一段时间 我们经过时间 这T0 其实我们就已经做完了 这段时间就刚好就是3秒 所以呢 他问你下列图11当中的T0是多少 那如果你再做笔记 需要暂停的 你就暂停了 那这一段时间过的就是3秒 那我们原则上 就把第一小题解完了 所以第一小题呢 他问我们 这个T0是多少 我们第一小题 T0就是3秒 那我们第一步已经做完了 那接下来呢 他的问题是说 那如果这一位 这个学生 该升他质量是50公斤 在向下降的三个阶段当中 那请问你 我们缩小一点 电梯地板 对于该升各阶段的平均实力 好 那我们现在先确认一件事情 这个电梯的地板 对于这个学生实力 那我们先画出 这个学生跟地板的关系 OK 那所以呢 从这个图我们先把人放大 人站在电梯地板上面 那显然 电梯地板只会给你一个往上的支撑力 所以我们现在呢 电梯地板给你力量一定是朝上 我就这样画 电梯地板给你力量会朝上 那朝上之后呢 你的重量会朝 下 所以电梯地板给力呢 只会把你往上推 那至于呢 这两个力量谁比较大 那就看你现在呢 如果往上加速 那就是合力向上 那合力向上呢 就代表往上比往下大 那我们再讲一次 如果电梯正在往下加速 那就是合力向下 那合力向下呢 那就代表往下比较大 所以我们现在呢 第一个 请你先做笔记 是我们回到刚刚的题目 他告诉你电梯对地板的这个受力呢 那我就说了 电梯给你地板的力量一定是F向上 然后这个正向力呢 那一定会往上走 好啦 那既然它的这个力量往上 那我们就回到刚刚的这个VT图 我们来看一下刚刚VT图呢 总共分成三个阶段 好 准备好了 我们刚刚的VT图分成三个阶段 那分别是这样 来 这一段的VT图呢 它的这个加速度啦 因为你这一段的加速度呢 VT图是倾斜的 那我们国众知识 VT图就往上倾斜 加速度为正 所以我们先开始来把图放大 这一段叫做A大V0 这一段VT图不倾斜 当然它的A就等于0 最后一段呢 VT图往下倾斜 我们就说A小微0 但是请你换一个颜色啦 我们刚刚有提到一件事情 那为了避免你忘记 来我们先回到题目 题目的第一行就已经告诉你 这个人往下走的时候呢 那我们设定的立场叫往下为正 所以呢 既然往下是正的 这一段加速度是正的 代表往下加速 这一段加速度是0 那当然呢 这一段它的合力就会是0 我们的重点又来 这一段的加速度是负的 那就代表它的方向往上 所以呢我就这样写 代表它向上加速 向上加速呢 就是我的合力向上 那既然我的合力向上呢 就代表向上力大于 向下力 那这个题目的核心重点就出来了 我确定的最后这个阶段才是我要的 因为这一段的加速度它是负的 那负的意思就是说呢 你的加速度方向是往上 加速度方向往上 那当然了 你就一定会有一个往上的合力 那你合力为什么往上呢 就是你身上受到这两力量 一个向上 一个向下 但是向上的部分比较大 那向上的部分比较大 那你不就是要去算地板给你力吗 那地板给你向上 那这个越大那就是我们的答案了 好那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现在回到了第二小题 他要问我 在三个过程当中 地板给你的力量 那最大是多少 那我先这样说了 它会发生在第三个阶段 因为在第三个阶段的时候呢 你向上会大于向下 好所以我们先来分析呢 好所以我们第二小题开始做这一段了 所以第二小题 我就分析 第三阶段 那分析第三阶段的意思就是说呢 我知道第三阶段的加速度 那我就知道第三阶段 它所受的合力大小 好那所以我们一样 从VD图好来我们先回到VD图 他告诉我我的速度从2变成0 那过程当中呢 这段刚好是4秒 所以呢我第三阶段的加速度 来我们开始 电加加速度呢 就是A等于0-2 除以过程当中4秒 负的0.5公尺秒平方 那也就是0.5公尺秒平方 我们换个颜色向上 好那先到这边 所以你已经知道了 我第三阶段的时候 那我整个这个人 然后他所运动的过程当中呢 他的加速度是0.5公尺秒平方向上 好了那知道A之后呢 下一步还是一样了 你知道A 那就可以去算F核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F核呢 我们回到力图 这个F核呢怎么做 因为你现在往上加速嘛 我们画一个往上加速 A向上 那既然你往上加速 那我就向上-向下 好来我们把图放大 所以这F核呢 就等于N-MG 好啦那你的F核向上 那又等于什么 又等于M A 好我们先到这边 那同学们从这个力图 你只要加速向上 我就是向上力比向下力还大 那我们就既然目标在这个N 那我们就把其他的力量 把它带进来 好那我们现在呢 这时候N啊 去减掉MG 那他是一个500公斤的人 这一体的重力加速度 预设力长呢 G就当做是10 所以他就是50乘上10 等于你的质量是50 好那加速度呢 我已经知道了 他加速度是0.5公尺秒平方向上 所以这时候这加速度呢 我们就直接乘上0.5 好那所以呢 我们已经在答案门口了 N去减掉50乘上10 那会等于呢 50乘上0.5 好所以我们最后一步 把它做完 好好地想一遍 那我们这一题 同学弄懂之后呢 那我们再往下走下一题 好 我们现在呢 这个问题 它跟刚刚的一些问题 差别在于说呢 刚刚基本上呢 有些图形的分析啊 但这个题目呢 它非常有趣啊 它说我现在呢 连接了两个地方 甲地跟椅地的隧道 那这个隧道 不管从甲到椅 或者椅到甲 都有两个车道 那在隧道里头的车速 维持是每小时72公里 那车距维持50公尺 那请问你 我从甲到椅 那每个小时 最大车流量是多少 那这个题目是这样子的 那看完题目之后呢 或许第一时间 你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但是没有关系了 我们来看关键在哪边 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 这个雪碎里头前进的经验了 那雪碎呢 因为避免事故了 确保隧道里头的安全 所以它会有一个车距的控制 也就是说呢 小型车 这个车辆距离至少要维持50公尺 那大型车呢 车辆距离要维持100公尺 所以如果车距拉得越开的话呢 那当然里头的行车速度了 整个小时的车流量就会降低 所以这个车流量 事实上就是被这个车距给控制 那问题就是 那车距50公尺 怎么分析这一题呢 好那没有关系了 我们基本上呢 还是先从这个车速开始 题目告诉我 这个车子的速度呢 我就这样说了 车子的速度 是72公里每小时 你的第一步呢 最麻烦你把它变成 每秒钟走几公尺 好啦那从这边到这边 我们做很多次了 从公里小时到公尺除一秒 那就除以3.6 所以72除以3.6呢 我们直接就得到了 这个每秒钟了 那它会前进20公尺 好那第一步做完之后呢 我们下一步就是要来处理车距 好那我们先暂停一下 其实一步就做完了 你的车辆既然要维持50公尺 所以呢这两台车呢 他们之间的距离 是50公尺 那50公尺 那它的逻辑是这样的 我们把这个图画 这50公尺的逻辑是这样的 就第一台车进去之后呢 第二台车不可以马上跟上 要等第一台车 已经在你前方50公尺 那第二台车才可以进入隧道 那同样道理 第二台车进去之后呢 那第三台车不可以马上跟上 就是他们两个之间的距离 要拉到50公尺 那才能够呢 放第三台车进来 所以他们两个之间的距离 如果越长 下一台车要进来 就要间隔越久 所以事实上来我们来讲重点 这个50公尺 其实呢 我如果就把它叫做delta x 那我就一个键号向右 那你车跟车之间 就是车和车之间的 时间的距离 我们重写一次 车和车之间的时间间隔 我就写十句 好 那你现在知道了 这个车子的速度这样了 每秒钟可以跑20公尺 所以50公尺 基本上呢 它就需要2.5秒 所以这台车啊 跟下台车之间的时间间隔 那至少 因为你距离至少50公尺嘛 所以他们两个的时间间隔 至少就要2.5秒 好 所以我们先完成这个动作 那这个题目呢 其实你已经快要到答案了 车跟车之间的时间间隔 就是2.5秒 好啦 那车跟车的时间间隔2.5秒 那也就是说呢 我每过2.5秒可以放一台 我再过2.5秒可以再放一台 我又过2.5秒可以再放一台 那他告诉你一个小时啊 可以放几台 那就这样子哦 一个小时里面有3600秒嘛 那每2.5秒我就可以放一台 那在过程当中呢 我就这样子做了 所以 所以两个 车道的总车流 那我们就动辟了 两个车道的 总车流就是用3600除以2.5 那我们先到这边 什么叫3600除以2.5呢 意思就是说呢 我反正一个小时有3600秒嘛 那每2.5秒我就放一台 每2.5秒我就放一台 再过2.5秒我就放一台 所以我就可以知道说 我总共放了多少台进来 那是因为呢 你现在有两个车道嘛 所以呢 每个车道都有车流 那两个车道车流 我们就把它乘上两倍 所以呢 这边如果你已经听懂了 你赶快去做操鞋 那如果还没有听懂 它的重点是什么呢 重点是车跟车之间 它的这个距离 总共要距离是50公尺 那距离越长 它的时间就要间隔越久 所以你50公尺的距离 就要牵涉到一个 2.5秒的时间间隔 那反正一个小时3600秒 我每2.5秒可以放一台车 所以我就3600除以2.5 那这样子呢 叫做一个车道的车流 因为你有两个车道 所以同学们 可能这边操鞋差不多了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就把这个数字乘开 它刚好就是2880 那也就是说 两个车道呢 在这个一个小时之内 总共放进来的车 就是2880辆车 那也就是这个题目 要求的答案 那这个题目呢 它说难 其实也不是到很难 但是可能是 你以前没有做过 这样类型的题目 那我们就好好的来 消化跟吸收 好 我们接下来 要为大家介绍第五题 那第五题呢 就是来自北运尼的 一个段考题 那这题目 它基本上是一个图形分析 考验的是 你图形阅读的观念 好 那在这个题目呢 结束之前 我想我们就先做一个 预备知识的铺成 也就是说呢 你在解这一题的时候 你需要知道的事情呢 有现在我们这个 电视的这个部分 那第一件事情就是 这个XC图 它如果看起来就像 泡物线一样了 那泡物线呢 就会有开口向上 或者开口向下 所以呢 这个图是这样的 你发现这一区了 这一区 现在从A到C呢 它就像是一个 泡物线 而且A到C的部分呢 是一个开口向下的 泡物线 那再来呢 C到珠的部分的话 它看起来就像是一个 开口向上的泡物线 那开口向上呢 跟开口向下 那对应的意思是什么 好我们回到预备知识 这开口向上跟开口向上 伴随的就是说 只要我的开口向上 那它加速度就是正的 那只要我的开口向下 加速度就是负的 好 所以你从XC图的开口 可以轻易地看出 它加速度是正的 或者加速度是负的 那有了加速度之后呢 接下来就是速度跟加速度的关系 只要你的速度跟加速度呢 它们两个方向相同 我不用管它是正或负的 我要管的是说 速度跟加速度方向 同向或者反向 所以只要你同向呢 就会变快 那反向就会变慢 所以这个题目里头啊 我们待会会去讨论呢 它在哪个阶段变快 或者是变慢 你只要看它呢 速度跟加速度之间的关系 是同向或者反向 那就可以了 好那我们准备来做这一题 来我们现在呢先来看图 把图放大 在AB这个阶段 那我们先观察到 AB这个阶段呢 你往正的方向走 你可以看X越来越大 叫做往正的方向走 那往正的方向走呢 我就说它速度是正的 但是这个开口朝下 我就这样说了 AB这个阶段呢 我们来图上颜色 AB这个阶段呢 我叫做它的速度大于0 但是开口朝下 所以加速度小于0 所以到目前为止 你知道它们两个反向 所以A到B呢 它会往前走 但是越走越慢 再来我们来看B到C这个阶段 那我们把它涂上颜色 B到C这阶段 那我就用蓝色的好了 B到C这阶段呢 我发现了 它往负的X方向走 那往负的方向走的时候呢 那当然你的速度就叫做负的 可是你的开口呢 好那我们确定 这开口叫朝下 所以加速度也是负的 好所以我就这样说了 它是速度小于0 加速度也小于0 那你发现呢 速度小于0 加速度小于0 所以这个阶段它就叫做变快了 因为这两个同方向 所以从B走到C 它会越走越快 那我们再来 那如果呢 从C到Z呢 同样逻辑 我们听第三次了 那C到Z呢 我们再换一个颜色 我们直接把用绿色的好了 所以呢C到Z呢 你发现它往负的X方向移动 所以呢 它叫做速度小于0 那开口的部分 那开口部分朝上 所以我就说它的加速度 大比0 好所以我们再确认第三次了 这两个方向相反 所以我就说C到Z它会越走越满 好那我相信你听懂了 也有能力去处理最后一个阶段 叫做Z到E 那Z到E它往正的X方向走 所以呢 我们就这样说了 它呢 这一段叫做速度大于0 开口也朝上 加速度也大于0 好所以这四个区域 分别告诉我们加速度 以及速度它的正负 那正负呢 就可以对应它的方向 那就可以来讨论同向或者是反向 好那我们现在回到北云女这个题目的选项 我们要怎么样的做答 来我们先看一下A选项 A选项说什么 它说这个AB之间速度为正 好然后AB之间速度为正 可是因为加速度为负了 所以这两个方向相反 你应该怎么定正呢 它的速度会越来越小 所以它的量值 来我们这边要定正了 这量值呢 应该不是变大 你要定正成变小 所以A到B的速度量值会变小 好那听懂之后来我们再继续 它告诉你C租之间 那当然就是这一区 这一区呢 它速度因为你往负的方向走 或者你所谓的往下倾斜 所以速度是负的没有问题 但是呢 它的量值会怎么样 我们就要来关心了 再放大一点点 你的速度跟加速度 因为它们两个反向还是同向呢 C到珠这边呢 速度是负的加速正 它们两个反向 反向就会变慢 所以你的速度的量值会越来越小 所以B你就做完 所以我们再度重申一次 你的变快或变慢 其实不是看加速度正或负 是看它跟速度的关系 是同向或者是反向 好那听懂 我们就不要啰嗦 直接往C去走 它说注意之间呢 那只问你加速度 你只要看什么 你只要看开口 那这一区的开口朝上 所以呢 它加速度就为正 所以我们现在呢 C选项也做完了 那当然了 这几个选项 你刚刚图有看懂 结这几个选项 本来就没有问题 我们再来看 那现在呢就是珠选项 它是这样 它说B珠之间 做等速度运动 B珠之间你发现 它XC图的倾斜程度 基本上有在变 而且过程当中呢 你会发现它有加速度 所以当然就不可能做等速度运动 所以这个珠选项一定是错的 好 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它说B1之间的位移 所以它问你B1之间位移 位移呢 我只要看起点跟中点 好 那所以我们只要关心 从B点到这个1点 那它是往正的方向走 还是负的方向走 所以我们再把图放大 B点呢它在这个地方 OK 所以我们今天要解完了 B点 在这里 然后呢你1点在这边 我发现呢 你从这里然后往下负的方向走 然后你这里的X比较大 这里X比较小 所以从这个B点呢 到1点是往负的X方向走 因为你B的X座标比较大 E的X座标比较小 所以它叫做往负的方向走 然后我们回到题目了 它告诉你现在呢 这位移为正 那不对了 因为呢 你X座标从比较大变成比较小 所以它叫做往负的方向移动 所以这位移为定正 位移为负 好了那所以现在呢 这一题北运你的考题 它总共问了5个问题 那主要的核心观点 也是围绕在XC图的判断 所以这题目你听完之后呢 那你笔记的部分 你需要有什么 你一定要弄懂 XC图怎么去讨论它的加速度 包含开口向上 那加速度是正的 XC图开口向下加速度负的 那正跟负都不代表一定变快或者变慢 变快或变慢要看的是什么 看的是加速度跟速度之间的关系 它们两个如果同向 同向就会变快 那反向就会变慢 希望这题目解说呢能够让你听懂 怎么样让东西变快 怎么样东西变慢 那重点就是加速度跟速度 是否同向 同向就变快 反向就变慢 那我们这题就听懂了